血小板是存在于血液中的一种无色,有粘性的,形状不规则的物质,我们都知道,血小板可以聚集成血小板凝快,起到止血作用 人体血小板减少,会损害人体健康,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那么,万一我们体内的血小板数量减少,是否会损害人体健康? 其实,血小板减少正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疾病,它的危害人们若一不小心随时可能丧失性命 血小板减少的主要表现为血小板减少性子电,即血小板显著减少,然后出现各种出血症状,如 牙龄出血,鼻出血,卡血,吐血,便血等,若发生颅脑出血,可能会致死 人体血小板减少,会损害人体健康,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很多人会想,如果出现出血,及时止住不就可以吗? 但是如果患者不幸要做手术,可能造成手术后大出血,也就是说很难止血 它的危害还不止于颅脑出血,若起病迅速可引起发热,皮肤出血呈大小不等的淤点,也常常有消化到,泌尿道出血,眼睫墨下出血,少数式网墨出血,同样可威胁生命 人体血小板减少,会损害人体健康,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那么,贫血的人,如何让血小板长回来? 饮食上怎么做,才有利于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人 这类患者的饮食应以益气健脾,补血涉血为主 不妨多摄入高蛋白食物,如蛋类、奶类、鱼类食物 较佳的食物为红枣,可加入花生米、桂圆肉、核桃仁、金米等做成周样药膳,补充气血 人体血小板减少,会损害人体健康,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相反,血小板减少的患者要少吃哪些食物? 1. 规避热性食物,因为血小板减少症状属于血热的范畴 在食用热性食物亦加重出血情况,故需要避免 这类食物包括,狗肉、羊肉、韭菜、荔枝等 人体血小板减少,会损害人体健康,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2. 不吃油腻的食物,血小板减少的患者需要减少 消化不良,胃肠问乱的情况发生,所以饮食方面凡是有埃脾胃 容易造成肠道消化功能 全体摄入后不容易消化,甚至在消化过程中与消化到粘膜发生摩擦 亦导致消化到出血,这对本身就有血小板减少情况的患者来说,无医血上加霜 这类食物包括,竹笋、芹菜、韭菜以及为煮烂的肉类等 4. 海鲜不能吃,因为海鲜大多属于发物,血小板减少的症状大多为出血 过时发物易出现感染,阻碍身体恢复 人体血小板减少,会损害人体健康,四种食物尽量少吃 纵上所述,血小板减少症患者除了需要及时治疗 日常生活中还需注意均衡饮食,避免情况恶化 Fました 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